这两天日本甲壳虫又多起来了 一般我们这个区域每到6月中下旬和7月份 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日本甲壳虫 这种日本甲壳虫的破坏力特别强 尤其是对于花和树 它们特别喜欢吃月季啊牡丹啊这些花 然后还有像树比如说花椒树啊 梨子树啊还有柿子树 另外像黑莓树莓山楂这些树 它们也都是特别喜欢 当然院子里如果没有刚才说的那些树 其他的大部分树啊花啊还有一些蔬菜 它们也基本上都不挑剔 就是有好吃的它们就会挑它们更喜欢的 如果没有的话它们也基本上不挑食 看看我这棵花椒树 这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就被它们破坏的不成样子了 这顶上的叶子都被它们吃的漏空了 昨天我用水桶接了一点水 然后用手把它们挡到水桶里面去 就是用这种手动的方式捉虫也捉了好多 不过跟它们的数量比起来就是杯水车芯 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再来看看这棵里子树也基本上没好到哪去 然后顶上的叶子也基本上都被它们吃的漏空了 这个角度看特别的明显 这基本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 我就发现这个甲壳虫实在是太喜欢 李子树和花椒树了 柿子树上也有一些 不过不像李子和花椒树上那么多 现在看起来它们对枣树 桃树 杏树 杏树 还有苹果树的兴趣 好像是不是很大 桃树 枣树和苹果树上边 我都没有发现日本甲壳 杏树上边偶尔有零星的一两只 这个是我昨天挂的捕虫袋 是专门吸引和捕捉日本甲壳虫的 现在袋子里已经有不少的虫子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牌的捕虫袋 这个袋子是透明的 所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看看也是不到两天的时间 已经捕了这么多虫子了 但是这个虫子还是源源不断的 还有很多很多 我在网上又订了大概六个捕虫袋 等到了之后需要多挂一些 这样可能能给这些树啊植物提供更好的保护 这边草莓的叶子上也有不少 然后旁边这个玫瑰壳上面也被咬出洞了 不过现在上面已经没有日本甲壳虫了 看起来是被幼儿或者是其他更好吃的东西给吸引走了 这是我盆栽的那颗黑莓 基本上也没能幸免 目前这上边的量还不是很多 我一会儿用手把它们除掉 像这种花树也是每年的种栽区 现在顶部的这些叶子也都是被咬镂空了 我给桶里边倒点些碗叶 然后我们接上点水 哇 这个虫子太疯狂了 往我脸上和身上撞 希望我在去弄弄花椒树 哇 这花椒树上太多了 现在天还有点亮 然后一碰这虫子还是有一部分会飞走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 这些虫子一般就不会飞了 你碰它它就会掉到桶里边 现在这还有一只蝉 看看这枝鸟 这枝鸟今年也把这个花椒树 还有各种树都破坏得不行 看看这种枝条 基本上都是被枝鸟给弄坏的 像这种也是被枝鸟给住了 然后稍微一碰它就断掉了 行了 这棵树就像这样吧 这也就只能给它提供暂时的 微不足道的一点保护了 高处的是无能为力了 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等过两天这个捕虫袋到了之后 我多挂一些 看看能不能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了 刚才从这个里子树上掉下来的 都跑到柿子树上了 这个就是刚才捉到的一部分虫子 把它们泡在洗碗液里边 也就是肥皂水里边 大概不到15分钟就都死掉了 接着我们就撞到袋子里 丢到垃圾桶处理掉就好了 今天我从网上买的这种捉日本甲壳虫的袋子 终于到货了 这里边需要给沃尔玛的网站点个赞 速度很快 而且目前的价格只有在亚马逊上 我看到价格的一半 我们打开这个盒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装置 我们把这个塑料袋拆开 这个是一个固定用的夹板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袋子 还有一个悬挂用的铁丝 这个就是诱饵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这两个塑料硬板交叉在一起 让它固定起来 就是这样交叉成一个十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右耳从上边撕开 接下来就把它卡在这个里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铁丝拿下来 这样把铁丝从这两个孔穿进去之后固定一下 然后把这个系在树枝上 或者是一些悬挂物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装虫用的袋子 它是有两个 我们现在只需要用一个 一般情况下捉满这一袋日本甲铲虫 这个诱饵是用不完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提供两个 我们到时候就只需要重新再换一个袋子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袋子挂到这个诱饵的支撑上面 把这个塑料袋穿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我们把另外一个诱饵也快速的搭起来 然后一会把两个一起挂上去 好了这两个补虫袋都弄好了 我们把它挂起来 我们按照使用说明 这个补虫袋是应该挂在 需要保护的目标的下风口的30英尺的地方 我们要保护的树是那边的李子树和那棵花椒树 然后风是从我前面这个方向挂过来的 我之前在前面那个地方挂了一个补虫袋 那个大概就是离花椒树有30英尺左右 然后现在我在李子树的这个下风口 大概30英尺的地方 我再挂另外一个补虫袋 行了挂好了一个 看一下这个几天前挂的补虫袋 这里边虫子都快装满了 这颗盆栽的黑莓还有附近的草莓 也都是特别吸引这个日本甲隔虫 看看用手捉了几个 我把另外这个补虫袋就放在这个蓝莓和这一片草莓的下风口的 大概20到30英尺的地方 我就给挂在这个树枝上了 这种遮阴的树本身也非常吸引日本甲隔虫 不过因为它不是果树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额外的保护 我就挂在它下边 把日本甲隔虫都吸引到这棵树这儿 然后让它们吊到这个补虫袋里边就好了 我悬挂的捕虫袋里面虽然已经捉了很多的虫子 但是这个花椒树上还是有不少的日本甲隔虫 我还是要配一些橱虫举纸来喷一喷它们 我这次要配置的用来对付日本甲隔虫的有机杀虫剂 采用的是橱虫举纸加上尼姆奥油苦练油的混合 我的配比是两大勺的橱虫举纸加上两大勺的尼姆奥油 混合到一加仑的水里 两大勺就是一盎司30毫升 我们先加两大勺的橱虫举纸 再加两大勺的尼姆奥油 最后我们加上一加仑3.8升的水 我们喷这种橱虫举纸和尼姆奥油的混合溶剂的时候 一定要喷到虫子的身上才管用 所以要趁早晚虫子聚集扎堆的时候效果才最好 同时橱虫举纸对光照也比较敏感 所以我一般要选择在晚上进行 昨天这个枣树上面还没有日本甲鱼虫 今天也来了一些了 杏树上面也来了一些 桃树上面也灵星有了几只 也有一些叶子被咬坏了 现在唯一幸存的一只甲壳虫都没有的 就只有这棵苹果树了 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好 一直会有这个灵星的小雨 可能会影响除虫的效果 我们明天来过来看看效果 如果还有虫子我们再给它喷一喷 今天我过来看一下这棵受灾最严重的花椒树 上面的日本甲壳虫已经明显比昨天少多了 现在只是灵星还能看到几只 树的上面还能看到一些死掉的日本甲壳虫 从主动防御的角度来看 还是这种有机的杀虫剂的效果更明显 日本甲壳虫是我遇到过的害虫里面最难对付的了 个大 皮势 量多 食量大 破坏力强 得各种手段综合拥有才能缓解 我这次视频主要介绍了三种方法 一是水桶里面装上肥皂水 傍晚的时候手动把虫拨到水桶里面 二是悬挂捕虫袋 利用幼儿把虫子吸引过来 然后捕捉到袋子里面 三是使用除虫极脂 混合苦练油 尼姆欧油来制作有机杀虫剂 在清晨或傍晚的时候 喷到虫子的身上来控制虫害 三种方式结合使用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控制虫害 保护植物的作用 明年春天我打算尝试一下 通过杀蔑土壤里面的幼虫的方式 来达到预防和控制日本甲壳虫的目的 到时候我把实践和结果 通过视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和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看好 感谢大家 AGAIN